感觉好像心不在这里 对 好了 观众朋友们一起来看 这是中超联赛的第13轮A组的比赛 出发一开场呢 利用了一个开球战术 迅速的把整个阵型推到复利的半场 哦呦 身后 打进去了 李柱直进一小声门小角度 门将脱手了 李嘉琪作为一名年轻门将来说 门里的反应是不错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可能比赛经验的一些不足 控制的不错 对 一直在进攻上属于压制的态度 头折过半 好像啊 这个球 嗯 好像 这球还是不错的 呦 呦 一坦地等于晃到了韩佳琪 装在全球的身上 小角度转身的射门 又是一脚 优点之外呢 这场比赛其实真的要想一想 进攻 我直接打 怎么来打握 外围的一脚重炮 险些轰出一脚世界波 直接选择一下轰门 球比较有力量 但是高了一些 不算多的情况下 他表现还是不错 倒进去那一点 顶到了 但是力量不是特别大 怎么 你看手一摊上 刚才这球 直接一打脚 轮圆了 踢到腿上了 好的 你看 这球顶进去了 顶进去了 球进了 好球 没有想到 这球真的没有想到 黄兄弟刚刚带着球 带的时候 其实跌跌撞撞的脚下 感觉要办算 好像要丢 但是一弹一撞 这个球进去了 其实第一下 给到他脚下以后呢 感觉第一步的停球 停得不好 有点大 好球 给的不错 看怎么处理 这球真是 他们这球的一个射门 形成一个反弹之后 一个高抛 高弧度的落点 跟他在场上 那个情况 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看看 进去了 打好 有了2比0 这个球 怎么就这么简单呢 这个负力的防线 太糟糕了 这球 其实毕竟要停着一下 已经用身体扛开了防守队员 自己的进攻和 自己的球的控制 已经完全在脚下了 选择 最后也非常的冷静 一个冷静的角度推射 对 这个球我们看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长传 而且呢 在封线上的位置 攻击率相对稍微高一些 再来身后 机会直接选择一脚射完 这脚球打偏了 你看 富利呢 其实他的反击速度 应该还是上得去 怎么在这个比赛当中 把握住这些机会 这可能是现在 富利的球迷的看球 比较着急的 没点啊 你看 还有 机会 转身射满了 自己打呢 显得不是最合理 对吧 坐一脚呢 对 这球有应急扯后点 这种推移 其实 领进去了 还有劲 这下还真一个 放场把球结尾出去了 这刚才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 凭借彭新利和毕军号的 击球杀比利生花 是战胜了广州富利